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涨多之中的震荡 修正五日均线的正乖离 我们在上礼拜谈到说 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 就是因为涨上来之后 它的五日均线乖离比较大 配合到KT指标 跟量能上面是双背离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 它的震荡是在所难免 既然震荡在所难免 我们在今天里面 在股市全方位 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 爱之 适足以害之 在这种过程中 面对长价效应的过程 我们该如何的自处 就是在我们这个礼拜里面来讲话 你最重要的操作策略 会在今天里面详细的告诉大家 台北股市在今天的下跌84点 收在今天相对的低 你可以发觉到集中市场也好 OTC市场也好 都是下跌的 为什么 那就是长价效应 也就是说 虽然美国股市在目前 它的盘后盘 是呈现了一个上涨 在最近大家会找很多的理由 譬如说看空的理由 譬如说欧洲 或是美国银行怎么样 我就跟大家讲说 基本上银行上面的问题 它叫做鱼波荡漾 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美国它是地方性的商业银行 大家说瑞士信贷是很大 没有错 瑞士信贷很大 所以要用瑞银里面 它去买瑞士信贷 所以瑞士信贷它还是需要一些的时间 所以会有余波荡漾 在家的时候又传出德意志 德意志这个部分也不用过度担心 那也是在整个一个欧洲 尤其在德国里面来讲 它会去救助的 所以我就会去余波荡漾 所以目前的台北股 是不要跟我讲金融上面的问题 金融在这一次的问题 会造成金融个股上面来讲话 比较好的价格 它去做一些价格上面的操作 如果你要在金融个股里面 选高值率率 那是办不到的 在今年 所以你只能说 因为这些的金融的问题 使得金融个股 它相对应在八大类股族群之中 它的基金比较低 所以操作在金融个股 就基本上是价差 而非高值率率的概念个股 所以台北股市 我们从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台北股市 它的黑暗隧道将尽头将至 当时候是破了15200点 最低来到15186点 看到了 我倒也跟大家讲 那我说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 它是曙光乍现 它并不需去正当中 当全市场都日震当中 看好整个台北股市的时候 如同去年的1月 那个时间点反而是你要退场的时候 我说现在来讲的话 它顶多只能够称之为曙光乍现 到日震当中还有一段的一个距离 那可是为什么曙方这样子讲 又要说爱之适足以害之呢 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台北股市 在这一波非常非常的可惜 这一波非常的可惜 是来自于它的筹码没有洗干净 第二件事情就是来自于 在市场上面它的投机力还是很高 所以在这种过程你可以发觉到 譬如说在今天 上市加上跪加起来就是20加 其实我都觉得股票 如果能够天天涨 涨不停 比你一直在涨停板 又多 在那些隔日冲的个股要好很多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部分 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的原因 就是有些人在这个时间点 他不晓得这是一个主身段 他也认为在这种过程中 他没有安部当居 他是想要来抢钱的 那抢钱就分成两种 一种是你散户抢钱 一个是业内主力要抢 我们投资人的钱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他就会产生了一定上面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那整个台北股市到这个时间点 我认为你的操作是这样 因为我刚刚有谈到 这一波他最大的问题是筹码问题 跟KD指标 跟所谓的量能上面 他是双背离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既然要用背离的方式去做上涨 那很简单 你就不能够出现巨量式的黑K 隔一天开低走低 那如果你是做短的人 就是按照日KD 一路短多到日KD交叉向下为止 那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个台北股市 你就去留意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要去买 这个礼拜你还要去买 集团跟法人的做账 基本上你要买三月份新布局的个股 那他才不会有结账式的卖压 或是你要去留意的是 最坏的情况在第一季落底 衰退幅度最大 下半年他会上去的 因为我说过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我说为什么在之前 大家一路的都很集中在一些的股票 其实那些的个股上面不是不好 而是事实上以他的获利的评估值 譬如说我说内需型的消费 餐饮业 观光业 然后整个一个饭店业 今年2023年绝对比2022年大成长 然后所有的法人都只会看这些的成长性 因为我们法人本来来讲选股票 就是用2023年整年的EPS的预估值 来去换算 电子产业或是其他产业 很多都要到下半年才往上成长 所以他的资金就过度的集中 过度的集中在那一类型的个股 那问题是他的本益比就拉得非常的高 我说就算他们今年的成长性 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他们本益比拉到20倍 拉到30倍的时候 他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来自于说 你会不会有利多出境 譬如说我们的台湾跟中国大陆 他已经可以通行了 对不对 或是我们的6千块 现在已经可以去做申请了 他会不会出现利多出境 这就是你要去做留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发觉到 你看在这一类型 最强势的一些的餐饮业 最近都拉回 甚至在之前非常强势 像云品这个跌得更深 跌得更深 甚至在跟中国大陆解封有关系的美食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判断了 我说蜀方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老板娘 董娘要把他的股份全部卖光 卖光 这个就是有点点比较扯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去做评估 但是你看这些的个股 是不是在营收好的时候 他正在纷纷的拉回 因为我就讲过 有些个股当然不一定 但是很多都是在第一季 会是今年四季上面获利的最高峰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的爱之 适足与害之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来看看一些的个股 我们现在看1504的东元 除人概念个股 跟军工国防概念个股 其实除人概念个股的订单 延续度它比较强 军工国防的概念个股的本益比 它比较高 可是题材性军工国防 大概说我们跟所谓的宏都拉斯断交 断交跟军工国防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一个蔡英文所谓的总统 他去参观 那当然OK 因为军工国防就是建构在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的紧张 但是你可以发觉到 军工国防之外的除能概念个股 你看东元 礼拜五多么的强势彪悍 今天就开始回撤 一根黑K 那原因是什么 它的当冲比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那甚至我跟大家讲过 5289的一个仪顶 我们在当时候在这里告诉大家 就严路也要创新高 今天过高到311 如果你有仔细去看 它的隔日冲的锁单 什么凯基台北 他们那一些锁单 锁单就高达多少 高达20%到30% 6288的一个连加也是 隔日冲锁单高达30到40% 那他们都是隔日冲的 什么凯基台北 什么整个一个都是还有很多 土城 永龄 这个部分都是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当然他们今天弱 不代表明天弱 因为隔日冲就冲掉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有时候股票 是要涨不停比较好 还是用锁住 去吸引隔日冲的买盘 这就是你要去做思考的 所以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军工国防也是这个样子 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与其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你要去留意 判断就是在筹码面 当然你隔日冲 隔一天冲掉就没事了 再回归到他基本的一个路途 你就像6.2.3.5的一个华府 他啪啪啪啪啪 他就是这样高档上面震 他每一天的冲来冲去 都跟隔一天的走势没有关系 那就是来自于当日冲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台北股 如果说好处是哪里 好处是你的基本面 你非常的越来越好 大部分在今年的下半年 到明年都会好 所以法人在之前里面 他只会看2023年 他的EPS 那我说现在有relate relate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会以今年的2023年 整年度的EPS 跟2022年对比 我只要在未来后世纪 也就是说我以今年的下半年 跟明年的一个获利来去做评估 我现在用长期的角度 长线的角度来保护短线 那就有个股上面重估的价值 否则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因为你的聊天机器人 你的造成很多的一个订单 从第二季集单来了 所以我说从面板之后 春燕飞来是不是就是NV 这是高阶的 你NV就会带动很多 譬如说你原来的一个 所谓的聊天机器人就跟什么 跟HPC 跟伺服器有关系 你再过来NV高阶的商用笔定 又上来 所以你的散热又出来了 因为大家细致才就说 涨很多或是买不起 就开始往这边跑 可是你要知道你买这一些 他们今年的获利 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re-rate 但是今年会不会有大幅成长性 今年不会 今年不会 所以再过来就是我说高阶的 DDR5的记忆体 还有部分的非苹果系列的 中国智慧型手机也上来 所以你就可以慢慢发觉到 越来越多的基本面上来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这个礼拜五 你要面对的就是清明长假 礼拜三卖股 礼拜三卖股礼拜五就可以拿到钱 所以你这几天之中 你一定会面临到什么 叫做冲高有压 因为人性就是如此 我面对不确定的因素 在清明节里面 冲高有赚钱就跑 冲高有赚钱就跑 刚刚就给大家看 隔日冲的大户里面 他要捞你的钱就是这样子 买个30% 40%的 买个20% 30% 就这样隔一天下来 隔一天下来你会觉得 死掉了 死掉了 因为他卖完了又上去了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中 面对长假消息 第一个 他冲高会有压 你最好买黑 那再过来 你现在要去选择的是什么 叫做可以去做一些的逢低布局 是来自于落底股 长线基本面的落底股 这是大家可以稍微去做留意的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我的看法是没有改变 我说基本面是越来越强 他能够去提供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主身段 他的一个操作的目标到达 可是在这中间的过程之中 你自己要擅自的去做一些的留意 你要去选择是已经到第三波 第四波 第五波的 还是现在出身段 主身段的一些的个股 差别很大 有些已经快要到站高雄左营了 高铁的高雄左营 有些才刚刚到所谓的 一个板桥跟中立 这个部分里面 你可能就要稍微了解到 蜀方在今天讲的意思 所以你要在未来里面 这个礼拜用震荡的方式 在整个主身段中继的买点 跟着蜀方上车的投资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本周宜 宜就是比较适合震荡去做低接 然后再来成为2023年真正的赢家 要搭上赢家的列车 买好车票的观众朋友 你能够在这个时间点 享受价格上面最大的优惠 也可以跟上蜀方在盘中的操作 跟上蜀方在盘中的操作 享受最大的价格邀会的观众朋友 想要加入我们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股票之中本来就是要超级比一比 这个时间点哪些的个股 在长期之中价格被低估 哪些的个股在基本面上面而言 它即将去做落地 而哪些的个股还不会日震当中 它顶多就是曙光乍现 这都是你可以去做一些选股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在之前在这个节目 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我们按照整个一个 所谓的NVIDIA 董事长里面的一个内容 它的一个GTC大会的登场 它强调的部分这几个 不管是深层式的AI 工业用的元宇宙 大型语言模型跟云端运算 它这个四个题材里面 它就可以延伸出来 边缘运算 工业用的一个元宇宙 以及会使用到高速传输之中 你就必须要使用到的一些的东西 更何况原来就是HPC 高向能的电脑 跟所谓的一个云端伺服器 是很重要的 我说如果以这样子来看 配合到目前 大家在整个一个看 记忆体的一个落底 就是来自于DDR5的部分 那我说其中本益比最低 又跟AI真的 它有所谓的一个软体 设计完成 那就是5289的一个怡顶 我在当时候就跟大家讲 那随着怡顶 它在上个礼拜五 涨停板 我就说爱滋四足与亥滋 这个涨停板的时候 它就是有很多 什么凯基台北各方面 它锁了20几% 占当日 在上个礼拜五 5808张 它就占了20几% 这么弹心 你看看 所以到今天里面来讲 一开高 冲高到了311 就是本坡的最高点 那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因为这一类型的个股 你每一次到整数关卡 你基本上 你就要稍微去尊重一下 因为 它去年是赚21块 今年里面 假设以今年 然后再过来 未来会屡rate 对不对 它还是20块钱 至少是20块 跟所谓的威刚 南亚科 华邦店 群联这种 今年获率会衰退来相比 它本一比很低 再跟软体个股来比 很多软体个股 现在都已经20倍 30倍以上 它是真正已经设计出来 它会让其他的公司 成本跟时间少一半 它这样的话 本一比是很低的 所以这个个股上面 就看今天里面 这些隔日冲的冲完之后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这个自己留意 不用过度杀低 只是说它在300块钱 这边会稍微震 至于我们在之前 AI有说 在今年里面成长性最大的是在市新 市新应该 本土的法人 因为他在今年里面来讲话 配合到3月份的营收 会把他目标价向上提高 应该最高的本土的投顾里面来讲话 可能已经提高到1400 1500了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因为的原因 它就是按照3443的创意 今年是30块 40倍的一个本益比 3661的市新 今年大约是40块 42块 一样的30倍本益比 你自己去算 应该说40倍 创意已经到40倍 市新给它40倍 它就会拉得很高 所以给它1400 1500 3月份的营收也会上去 另外一个我们在礼拜有谈到说 我说在这种过程 人不自私是天诛地灭的 在中美贸易战的过程中 美国就是这样 它沿路以来 从所谓的先进制程 打到成熟制程 再打到所谓的一个能源 除能跟电动车 太阳能 都一路打下去 而且它用了一个 IRA的一个法案 你要跟我中美国 是属于自由贸易国 或是你直接买 我美国的一个公司 你的产品上面来讲话 你未来里面一来一回之中 你的税负上面的减免 加上州政府上面的减免 你可能高达60%最高 这里面来讲话 我说普威的部分里面来讲话 我说整个一个 大家还记得天允吗 我当时候就跟他讲说 在等了就是这个利多出 利空出境 第四季的财报 它的第一季会落地 三月营收会上去 到了第二季 你要找到除能概念个股 第二季比第一季的营收 可以成长五成以上的 我都跟你先讲一下 五成以上不多 再加上所有的除能概念个股 含我之前讲的盛达 这个是中美金3027的盛达 中美金有入股 盛达今年里面大约赚2块2 它最高涨到是不是 20倍的本益比 8171的天宇 今年大概赚4块2 4块4 你一样20倍的本益比 谁的空间大 这就是你自己留意 普威的部分 本来就是美美公司 我也跟大家讲过 连加的部分 连加明明第一季 我们就说没好 第二季也没好 可是到了下半年 到明年里面很可怕 因为它一共有24个案件 应该24到27个 所有的一个LED 你不要看它涨 就所有的LED通通买下去 它是LED全车用 几乎百分之百用在车用的 LED智慧灯 正式用在车子里面 所以未来里面 因为它在北美设厂 它现在的第一跟第二季 它还有一些的设厂上面的费用 它要去做支出 到了下半年到明年 它这些产接的单到明年全部开出来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明明去年就没探紧 第一季也普通营收 第二季他们公司也讲普通 下半年就爆发成长 法人全部都买进去 最近你看投信跟外资都买进去 那就是因为礼拜五 隔日冲了 凯基台北冲了一堆 36%太可怕了吧 所以今天里面就拉回来 不过这种个股里面 拉回来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尤其是在下半年之前 我说re rate部分就不会用2023 它2023大概赚1块多 比2022年不赚钱大幅成长 可是到了2023年 你把3块钱拿出来看 你就知道它的本益比 就变很便宜了 如果以长期之中法人的评估 明年可以赚3块 它本益比就很便宜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更不用说我们在之前讲的 我说很多的个股都是这样子 你要在低档上面去留意 譬如说4919的新唐 你融资一旦这一根红棒去做增加 它就会洗 2204中华车 今年真的赚很多钱 可是你融资一增加 它就会去洗 但是这一类型的个股 如果你放长期之中来看 这一些的个股 其实都有它基本的一些的价值 算是6146的更新 这是全球最大的检测场里面 就是来自于5G 你的去中化 你基本上来讲高通 这些新的一些的5G晶片 过去是假的5G 现在是真的5G 都会给这些的个股里面来讲检测 跟去做一些的验证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部分 其实在目前的台北股市 我觉得这个明明是一条康庄大路 我们不需要把台北股市变小了 做小了 因为你这个时间点 当你的一个筹码 都是来自于投机资金 都是来自于隔日冲 这样的话会使得台北股市 投机意味太浓的过程中 它反而容易责返 你就去注意我说的 整个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 你返回回来康庄大道 你要看得到未来 很多的个股你不用去追 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春宴 它已经回到台北股市 你的圈鸟你要知道归槽 你从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从NB 记忆体 高阶记忆体 再从过去里面的面板 这样一路的上来 再到这一次的AI人工智慧 你就可以发觉到台北股市 到处都是一些的机会 重点是你能不能够 去做把握 所以在目前赢家的列车 主身段之中 中继站的买点的列车 开动之中 可是这个礼拜 我们面对的是长假的效应 你要跟着鼠方 用震荡低阶的方式 成为2023年真正的赢家 而且跟上我们盘中的操作 享受最大的价格优惠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全新投资的 组合的操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杠初忐 优独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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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杠初応独立刀 都好 优独立刀 yz的大陆 5 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